早安现场 现时间是台北早上的7点18分16秒了 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张婉如 我是谢嘉欣 今天12月11号世界人权日刚过一天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 您对于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就是说到了人权 这几天特别是马英九总统是马不停蹄 在12月10号有非常多的跟人权有关的行程 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谈话 但我们除了看政府到底现在有没有落实人权之外 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也会来检视一下 那听众朋友您的所在地 到底是不是一个重视人权的地方呢 是我们现场也邀请到 这个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的召集人 那同时也是阳明大学公共卫生学科技研究所的黄松益老师 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人权议题 老师早安 早 两位主持人早 各位观众早 好 这个一大早呢 我们就来谈这个听起来乍听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 但是又跟我们所有的人是息息相关的 对 因为说到人权 我们如果一般民众或者是晚上 我经常接到的一些朋友的直觉的回应 就是说 台湾还要讲人权吗 我们已经是个高度自由的国家了 你再讲人权不就是台湾会更乱下去了吗 所以老师我们先来聊聊 这个到底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台湾 继续来深化我们的人权来聊这个话题 人权的这个话题是永远讲不完的 因为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是希望说每一个人 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身份 都能够拥有相同的尊严跟自由 那有了这两个价值 就是每个人可以享有别人对他非常尊重的一个待遇 以及他自己可以决定他想要做什么 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相信是对每一个人来讲 是一个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目标 所以整个社会如何的努力 来去把这种对人的尊重的这种价值 把它呈现出来是需要非常多的努力 是老师我们也看到说 就有一方的说法是说 台湾就是太自由太重视人权 会导致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乱象 那另外一中一边也有人认为说 台湾没有人权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的想法 要说台湾没有人权也太过言过其始了 因为就亚洲地区的国家来讲 台湾的人权的表现 其实算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 还需要去谈人权的原因 我觉得当中可能有一些误解 也就是说好像讲人权的时候 我们只重视到那个权力的部分 但是因为我们讲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有相对应的义务 所以当我们在强调权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同时也就是在强调义务 没有那种没有义务的权力 对这个很重要 没有义务的权力 对不对 像我们经常说台湾人 其实就算你想要有各种的权力 可是你还是有义务 像伏兵义 对大家很了解 还有纳税的义务 你不纳税你怎么享受权力 对啊 这钱到底从哪里来让你享受这些好处呢 对这个 我刚刚讲说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有义务了 有的权力是没有的 譬如说你在公园里可以吹口哨 这是你的权力 但是没有人对这个事情有义务 要教你会吹口哨 没有这个义务 但是我们如果讲说 我有这个集会游行的权力 那我们就有相对的义务 也就是说我要去上班的途中 如果碰到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就必须牺牲 我快速可以去上班这样子的一种便利 而去尊重别人的这种游行的权力 因此那个权力跟义务 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讲说有教育的权力 那我们就有纳税去提供一个 良好的教育制度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务 好那所以 我们可能一开始 从人权的这个价值 也就是尊严跟自主 来谈慢慢就演变成说 我们跑出了非常多的人权公约 那这个公约的好处就是说 帮我们把什么是人权 把它想得更清楚 那最重要的两个核心的公约 就是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 通过的所谓的两公约施行法 就让两个国际公约 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 那这两个公约就是 一个叫做公民与政治权力公约 那另外一个是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力的国际公约 那这两个公约都是在联合国产生的世界人权宣言之后 所演变出来的 所以从那两个公约的名称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权力可以分成公民权 政治权 经济权 社会权 和文化权 所以当我们在讲说 我的人权哪里没有伸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想说 那是哪一项的权力 谁没有做到什么 让我的权力没有伸张 所以这些国际公约的好处 就是经过国际的专家 在碰到不同的事情 不断的去讨论 让我们对权力的想法 有更深刻的理解 就是在检视自己的权益 人权方面有没有受损的时候 其实国际上有这两个重要的人权公约 可以作为依据 不过在昨天我们也看到 马英九总统在接见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桑斯坦的时候就特别说 他上任以来一向很重视人权 而且持续进行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 也将联合国人权公约国内法化 即便总统是说 我们中华民国失去联合国代表权之后 但是仍然重视联合国的人权公约 台湾2009年批准了两个重要的人权公约 但是批准是一件事 怎么去落实 怎么去国内法化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像老师你所担任的 就是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的召集人 所站在的立场 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到底怎么去落实 这些已经批准的两公约 对那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国家批准的文件 直接放在存放在联合国 那成为一个正式的缔约国 所以我们是用施行法的一个变通的办法 让这些公约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 那么我们要去检验政府有没有落实公约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了当的方法 就是去从这个施行法的条文当中 一条一条去看 那例如说 那在所有的政府义务当中 最容易做到的一个 那政府也花了蛮多的力气在做 就是说国家必须根据公约的要求 去撰写国家人权报告 并且接受联合国的检验 那我们的做法也是一种变通 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国家人权报告 送到联合国去 所以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请了十位的国际人权专家到台湾来 来看我们的报告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政府从这个撰写报告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去检验 因为这个联合国要求政府 对非常多的问题逐一的回答 所以政府就可以去了解自己 哪些事情做好 哪些还没做好 然后国际人权专家就给我们政府 有一个81点的一个建议 这听起来挺多的 这80点当然我们不能够一一的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不过也请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这81点的总结的方向是什么呢 总结的方向 第一个当然是先 一开始的时候 先赞扬说台湾是非常难得的 自己主动的来接受联合国 这个标准的检验 那接下来做的事情 就如同我刚刚讲 对于我们的公民权 政治权 经济权 社会权 文化权来逐一的 来给我们一些意见 那我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经济权的部分 其实他提出来说 我们的基本工资 是不是足够应付我们的生活的开销 这是一个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他们觉得台湾的基本工资 似乎是比较低的 这是在经济权的部分 那在社会权的部分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例如说他认为 我们的这个身心障碍者的生活的便利 参与各式各样子 这个社会活动的这个机会是受限的 又或者说同样的情况 发生在原住民的身上 他们的在社会当中的 不管是就学或者找工作的 这种机会是受限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 一个就是去看社会当中的一般人 所谓一般人就是一般寻常人 他们在我刚讲那五大类的权利 是不是有落实了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检验 有一些在相对弱势的族群 那联合国也对这些 所谓相对弱势 其实真的是一个相对的词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消除 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的公约 所以妇女对男性而言相对弱势 那也有去特别的有消除一切形式的 种族歧视的公约 也就是说在社会当中 要为数比较少的一些 少数民族 对 不见得是少数 为数比较少的这些民族 就有可能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歧视 那所以接着下来又有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保护的公约 对儿童保护的公约 还有对移工还有移工的家属的保护的公约 那所以所以一个就是说对所有的人 他都要产生效力的这种五个五大项权利 就是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以及对于这种比较相对弱势的族群的 一些特殊的保障的公约 可是好请了这么多位的专家提出了81点的建议案 可是会不会老师我们在台湾在思考一个问题 甚至多数的亚洲国家在思考一个问题说 那谁有资格来审定我们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人权的标准呢 难道是西方多数的标准来决定我们亚洲 有没有达到人权这样子的一个落实目标吗 这个人权也我们一直都说它是一个普世价值的原因是说 这不是西方人特有的一些价值 那这些联合国的专家来审查台湾的国家人权报告 也不是根据哪一个国家的标准 因为事实上这些国际专家来自非常多的国家 有从巴基斯坦来的有从马来西亚来的 也有从德国从美国 我们有请了非常多的专家 那这些专家在审查任何一个国家的报告 包括台湾的报告的时候 用的都是联合国的标准 那所谓联合国的标准就是说 在每一项公约都会有一个公约的这个委员会 比如说公正公约它有一个人权委员会 那就由这些委员会来去诠释说 公约所说的这项权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 那这个诠释也不是从他们凭空创造的 而是说在非常多的国家 每个国家都会碰到一些特殊的案例 从这些案例的这个检讨当中慢慢去衍生出来 一个适合于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这个普世的标准 因为它真的不是非常高的标准 是一个相对 像譬如说受教权好了 我们在台湾每个人都有至少现在是9年国民教育 12年国民教育 这是基本的受教的基本权利 每个人有世自权 这是很简单的很基本的概念 可是在有些国家其实根本连这个都达不到 孩子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去学校 譬如说我们这样讲 在台湾 就是说这个教育权 在有些国家我们就是要检验说 他的这个小学办的够不够多 是不是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上学 男生跟女生有没有相同的机会可以上学 那在台湾的话 我们可能这些就已经达到了 所以我们要问的 就是说相对于这些比较低的标准 我们还可以要求什么 也就是说 譬如说我刚刚讲到身心障碍者 他们上学的权利是不是跟其他人一样 那因为在这个人权 他有一个基本的价值 就是说每一个人要是平等的 不管你的身份地位 那所以我们在台湾还是可以检验这样的事情 譬如说身心障碍者 他的受教权是不是受到足够的保障 是 好我们现在学间台北早上的7点32分了 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 因为等一下其实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话题 包含说明年中华美国就要选出新的总统了 未来的总统应该优先关注哪一些人权的落实呢 我们等一下会请黄松立老师再跟听众朋友详细来聊聊 当然接下来广告之后也要接听听众朋友的call in电话 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 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 您认为台湾是高度重视人权的国家吗 2016年总统大选过后 您期待新总统优先关注哪一类人权事件 还是您的所在地仍然有人权被侵害事件 期待改善呢 早上7点30分到8点 欢迎call in到早安台湾一同聊人权 我们准备了2016年中华航空大型院历三份 要送给参与听友 让华航空姐陪您度过未来一整年 大陆华北东北听友 请拨免付费电话 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请拨 10800-186-0063 其他地区或台湾听友也可以拨 02-2885-3003 早安台湾的QQ码是 405-473-707 QQ群是 160-247-629 以及9344-4430 我们的微信 WeChat账号ID是 Good Morning底线台湾 无法打电话进来 请让意见、姓名、联络电话 寄到早安台湾的电子信箱 TW007-RTI.ORG.TW 不论您透过核中管道发表意见 都有抽华航2016年力的机会哦 早上7点30分到8点 期待您的参与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 广播电台 周五大声宫 现在你所听到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张宛如 我是谢嘉欣 那今天我们要聊人权的话题 请到在台湾呢 不管是在学术上 还是实务工作上 都有非常丰沛经验的 人权公约实行监督联盟的召集人 同时也是阳明大学 公共卫生学系的教授 黄松立老师 来当我们的特别来宾 黄老师您好 黄老师好 两位好 各位听众好 接下来这个阶段 我们也就是开放 听众朋友一起来 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了 所以今天第一通电话 已经在线上酒喝了 这位是楚先生 楚先生早安 早安 贾欣 早 黄老师您好 您早 你好 楚大哥 楚大哥您的所在地 有没有人权被侵害的事件 是您认为说 要赶快来改善的事情了 我还没发现 你还没发现 我还没发现 这是一个 表示说你住在一个很幸福的国家跟社会当中 我们现在对台湾的一个大选很关注 是是是 那对于台湾总统大选 其实很多候选人都会提出竞选的政见 在这么多政见当中 有没有你觉得哪一项跟人权有关的 你觉得候选人们应该要特别来改善 我认为台湾现在这个大选 越来越越 越高了 越来越越 越来越高了 越来越高了 虽然台湾民主 这个竞选 也对二三十零 二三十零十零 这个 认为这个还不太成熟 是 不太成熟 你从目前的大选方向来看 我们的民主发展还不太成熟 我举个例子来说 哎呀 你看这个 陈飞银是民主上代的总统 是 对吧 他真正的 这个人呢 他是 女才大选务的 他在当台湾市长的时候 他不是把台湾市制的还不错 但是 干上了总统之后呢 他是大肆残悟了 过了这个 日月了 坐牢 我们马云 尤其是呢 他愉快 但是呢 引导才能呢 我认为还是 日了一点 还差一点 去年那个天洋化 修行运动啊 你看闹到那个空间 那是吗 那是民主吗 那真正就是在国乎的国主义啊 这是很严肃的话题 我们等一下会请黄松立老师来做一些回应 谢谢你 楚大哥 你所看到的台湾民主跟台湾人权还在改进的地方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刚刚楚大哥特别聊到选举啊 然后呢 也说到太阳花学运 那刚好 宛州手上有一封来信是辽宁的李先生 他就说到 他说 我认为台湾在民主人权领域是华人社会的典范 从蒋经国总统开放党竞跟报警以来 台湾的民主人权发展举世瞩目 尤其是在民运方面 更加凸显了台湾尊重人权 像是太阳花运动 在学生占领立法院 瘫痪意识的时刻 台湾政府以尊重人权的理念 充分显示台湾民主社会的优越性 那未来呢 我们希望新任总统能够在大陆学子 在台湾的人权方面有所改善 他说呢 我也真诚的期待 亚岸社会都能够一起把人权事业 推向一个新的领域 这是辽宁的李先生的来信 老师这两个听众呢 我一起讲是因为 其实他们都谈到了学运 太阳花运动 这也是在台湾这几年来说 这个学生开始关注 台湾的民主与政治发展 甚至走上街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运事件 是 这规模相当的庞大 对 我可以从 这个公正公约的两项权力来讲 就是我们的公民权跟政治权 那在公民权的部分 我们要保障的就是说 每一个人 他的人生的自由 所以在太阳花的这个学运当中 我觉得政府在 学生占领立法院的 这个事件当中 表现的一开始 其实还不错 就是说去充分的去尊重 大家发声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 当然这个后来在行政院的那个事件当中 就有比较多的这个 这个 不幸的事情 撞到了行政院的办公室里面 对 那 可是警察如何去对待学生 那这个事情当中 当然这个各方说法不一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这个我们在人权的这个概念的发展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说怎么样去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力不会受到国家不必要的一种伤害 那所以我们尝试要跟我们的这个内政部讲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警察在执行的时候 他要有一定的规范 那这个规范需要受到检讨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有在努力当中 不过刚刚这个讨论我比较想要谈的是政治权的部分 那政治权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 每个人的投票跟被选举的权利 但是联合国在解释政治权的时候 他讲的就不是这样子的单纯 因为政治权讲的是说 我们都有广泛的参与公共事务的这样一个权利 所以人民要能够参与公共事务 就要求非常多的义务 这个义务首先就是第一个 我刚讲的是公民权要受到保障 我们的言论自由 我们的集会友情自由要受到保障 没有受到保障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来充分的监督政府 所以这是第一项 那第二项的很大的一个要求是 要求政府的这个决策过程 必须是公开而透明的 所以唯有当这个政府 把他的资讯透明化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监督政府 因为我们要参与 我们就是希望说这个整个的决策过程 是一个经过民主的讨论之后产生的一个决策 而不是某一种黑箱作业 所以我们在说台湾的这个政治权 已经享有基本的政治权 就是我们有投票的这些权利的时候 那么在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少的 也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政府的决策 不管是在中央政府或者是在地方政府 他做的那个过程不够 参与的程度不够高 也就是我们可能有机会去参加某些工厅会 但是这个工厅会产生的时间可能是太晚 或者是我们在工厅会所发表的意见 不见得会变成政府决策的参考 我们接下来电话线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打电话进来 我们先借他的电话 你好 确许 确许早 稳如早 嘉欣早 我们今天来谈人权的话题 你在台湾对于未来中华民国的新级界的总统 新一任的总统 有没有什么在人权方面需要他改善的地方 我是觉得台湾太过人权 尤其是对加害者的人权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可不可以很不喜欢一个人 可以对不对 我们甚至可不可以很讨厌一个人 也可以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去霸凌一个人 这个是没办法第一 对 我们可不可以一个人快要退伍了 但是把他关紧闭把他掏到死掉 好像没事呢 我们可不可以很讨厌一个人到最后 拿鞋子去丢他 好像也没事 这不一定是说没事 这之后都有一些法律的一个法院的审判 所谓的没事的意思 我觉得很没有公开的显示出来 他们是怎样罚款还是限制自由 有吗 我们有听到后续的报道 当然在美国他们也有总统 副总统的候选被人家杂派 那个时候一定会有罚款或者限制自由的事情嘛 对 那像在台湾可以到台南的他母兄 把一个小孩杀掉 说台湾反正杀一两个人不会死刑 他真的没有死刑 他真的就只有武器徒刑而已 那我们是不是对加害者的人权之过保护 我觉得所有的人权你要建立到 你不侵犯到人家的人权 如果你已经侵犯到人家的人权 那你基本上你就不要跟人家谈人权 我们智谷是不是就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嘛 那什么叫做杀一两个人不会判死刑 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死刑啊 好的 我们其实一开始 今天的特别来宾黄松立老师说 人权应该是建构在你的义务上面 而不是无限的扩张啊 如果对于死刑的话题 其实又是更严肃的一个讨论了 所以 我们以前看武侠小说什么七侠五义 都是有没有 杀了一个人就是要一个人 佛教也是讲啊 就是英国 就算是佛杀的人 佛也要偿命啊 波罗门就是说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你杀了我儿子 我就杀了你儿子 那为什么说在台湾杀一两个人 不会死刑 而且他就真的没有死刑 他就是真的只有无习徒刑而已 我觉得是相当不合理 是 好 那具体你的意见 我们也请等一下黄松立老师来回应一下 谢谢你咯 好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好黄老师 刚刚这台湾听众的分享 这主要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台湾太重是加害者的人权 老师您怎么样看待 台湾并没有特别的去保护加害者的人权 因为这个人权应该是 如果我们想象说它是一个普世人权的话 那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包括怎么样避免这些残忍的事情发生 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大家真的可以彼此尊重的一种文化 以及不要让大家有那种身陷非常苦恼的情况 而不得不挺身走险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所以如果社会比较有秩序的时候 那这些加害的事件会比较少 那真的不幸的加害事情发生之后 政府还是必须有非常周延的这种办法 去保护这些受害者 然后去抚慰他们的这种家属 那这些当然都是政府应该要做的 那比较有争议的部分就是说 那对于这个加害者要怎么办 那我们在讲人权的时候 并没有说一定得几乎说 这个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暴力行为 怎么去处理它有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第一个我先声明说 有些人会以为说 我们如果不去执行死刑的话 就是要去原谅这个人 其实不见得要有这样的条件 就是说我们不原谅他 但是我没有要把他杀死 那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是说 第一个这个不牵涉到原谅 比较牵涉到的是 作为一个整体 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种 可以说是社会当中 大家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人 那要不要把他杀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那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这个每个人在讲这个死刑的时候 大家可以这个讨论的角度不一样 我自己的角度比较像那个张娟芬在他的这个杀戮的阶段当中所讲的那样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这个人他是一个犯罪者 在现场我们看到他实在是做的非常令人没法接受的事情 然后我们把他抓起来把他放到牢里头 关了好几年 那这个时候你决定说要把他杀掉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需要另外一个说服自己的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人现在是一个无害的人 我已经把他限制他的自由 把他放在牢里了 那现在国家为什么现在要把他杀掉 要做出他的生命 可是多数人总觉得说他总是要做出一些补偿于被害者的行为 所以很想当然而自古以来的概念就是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对啊 是但是这样子真的有办法做到 就是说对于 也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 如果我们的法律里去容许死刑 大家就会有一个期待 就是说 因此我们好像应该给他判到最高的刑 但是如果我们的法律里没有死刑 我们还是判到最高的刑 可能就是无纪徒刑 那是不是执行死刑 一定对于这个受害者的家属 有比较大的抚慰的效果 这是不一定的 对这是有根据学术研究的 如果你把加害者处死的话 对被害者家属来说 并没有达到太大的一个负贫的作用 不过去去刚刚也谈到说 那对加害者来说 甚至有一些人很极端的人 他就会说我杀一两个人在台湾 反正也不会怎么样 这是不是反而让台湾产生另外一种 对于死刑的质疑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台湾民主基金会 最近委托世新大学 一个最新的研究调查 就是说对于人权的调查 在12月9号才发布的 就是说社会上对于死刑 是不是要废除呢 其实不赞成的台湾民众 有超过八成 当然也涉及到 他到底问卷 怎么样去问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 谈到说 其实社会大众 台湾社会对死刑 是不是要废除 还没有太多的共识 那这个部分我可能再讲一下 就是说 去赞成死刑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杀人偿命 这个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一种 一种报应观 一种适当的惩罚 但是要去废除死刑 反而是比较难的 那我比较希望的是说 我们社会当中有比较多的机会 让大家来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 其实没有看到太多 这个公开的辩论 那所以大家都会这么想 我也觉得 在这样情况底下 是相当自然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可能要去想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 让大家理解说 失去自由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 所以把一个人关起来 并不是想象当中 只是把他关起来 就是我们想象自己 一天就只能 活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头 然后没有一些自由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出发 而且你连就是生活上面的如厕 你都必须要摊在这个电视剂下面 其实那感觉是非常不好受的 是 我如果自己就去那个死牢里面 就可以看过 我自己的感觉了 进去一分钟 我都不愿意待下去 所以真的 大家不要以为在里面待 真的是很快乐 可以吃纳税人的钱 然后这个每天过着快乐的日子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是 我们这个要谈死刑的话题的话 其实要谈还是很多啦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还要再接听大家的意见 其他的电话 是 我们现在签华线上 有听众两天要进来 这位是吴老师 吴老师早安 早 吴老师 关心好 早早早 吴老师来这个礼拜的主题 您的所在地 有没有这样 人权被侵害的事件 您觉得说需要改善呢 或者说您期待说 这2016台湾这个总统大选过后 您会期待台湾未来的总统 要来关注哪一项人权事件呢 我说对这个人权啊 这个是 代表一个人的正面 不管你的老人啊 无女儿童啊 还有涉及人啊 外罪人啊 都要讲人权 现在我们大陆的这个人权呢 也有一个看法的 这个人权呢 这个西方的讲到这个民族呢 西方的民族 东方的民族 还有台湾的民族 大陆的民族 在讲人权 这个我们对一个人民 你不管我们审官 我们司法 警察 较警 这话 都要讲人权 我们讲这个过去 这个外瑞的人 我们过去上海 我们看到的 你看他 一碗水了 头发就提光了 这个穿的衣服 不是穿他自己的衣服 穿那个 这个这个 外瑞人的衣服的 现在我们都 都改进了 都改进了 所以这个 还过去呢 外瑞人还可以 在这发的当中 使用这个 逼宫性 是吧 打 这样子呢 少人这个 处于 假怨了 是 所以西方的 民族 因为他们 最近 像这个 美国 这个枪制的管理 他这个不管理啊 他这个 这个人就 打 打他就要枪杀 打死多少人啊 是 是 上次这个 我们这个 台湾的 太阳化行动 你看那个 学生句话都冲到 立法院 就可以把这个 扁了 这个 组织到 公用的财物了 都会 打坏掉 这个 看到这个 明治 像不就 结断了 是吧 是好 谢谢吴老师 您的意见 我们听到了 谢谢 谢谢吴老师 我们之后 还有很多 听众朋友的来信 所以吴老师 我们就聊到这了 好 这个 老师刚 这位 吴先生打电话进来 他也谈到美国 其实最近的枪支 管制问题 又浮上台面来讨论了 对啊 这 拥有枪支在美国 是一个合法的权利 可是 所以被滥用呢 对 其实美国的状况 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真的 因为我们是 谈人权的时候 都会有人说 可是美国如何 但我真的觉得 美国不是一个 很好的对照组 就以枪支来讲 美国人 每年因为枪支 就是国内 就是在美国国土之内 因为枪支的 这个伤亡的人数 会有变动 但是他的 大概是一万五到两万人之间 每一个人 每一年 都有一万多个人 因为这个 这个枪支 偶枪战 或者是怎么样的事件 而死亡 那 这个牵涉到美国人 特别的一种想法 也就是说 人民必须有 对抗政府的一种 自卫的 这个权利 好 那这个当然是跟美国当初 怎么样脱离 英国的高压统治 而独立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过程 但是 相对来讲 譬如说 欧巴马总统 在推动全民健保的时候 也非常多的州政府 在反对 因为美国有个特殊的情况 是他们州的这个自主权 跟联邦政府的 这个统治权中间 有一个很 有时候很紧张的一种冲突 他们不希望联邦政府太大 他们想象的这个治理 是以州为单位的 所以 这个欧巴马总统 想要推动一个全国性的 健康保险的时候 反而遭到一些阻挠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美国人对于那种自我的 这种主张是很强的 那对于照顾的这个部分的要求 确实比较低的 那这个跟 可以说在世界上是一个特例 不是一个通例 因为我们从这个 这个世界人权宣言的 那结构来看 前半部确实是在讲 人应该有多少多少的自由 但是他的后半部 一直在讲是 人要有多少多少的保障 所以在自由跟保障之间 其实我们如果去规范说 政府只能做这些事 不能做那些事 那这样来讲 就有点太简化它 是 其实我们在QQ上面 也看到有网友分享说 这个人权的问题 必须在法律跟法规 允许的范围之内 尊重人权 对税不对人 尊重人人平等 他还提到说呢 自由是有限度的 必须在法规允许之内来行使 是 好 这是QQ的发言 那我们电话线上 来听众朋友戴生 打电话进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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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王戴霜 你好戴霜 来 我们聊聊 您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想法 现在 现在大陆 主要 就是侵犯人权的 我看就是有那些 在劳动方面的保障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警察 随便抓人呀 狙击人呀 那些 这方面的 但是 现在大陆还有劳改制度吗 我说的意思 他们就是 就是说那些警察 他们权力非常大 如果 他就是说的 别人如果有人告你说的什么 在外面什么 就是 有件什么坏事 警察就把你抓起 要审问你 给你戴手套子 我说的意思就是 大陆警察 滥用职权 随便 随便抓人那些 是 知道 主要这方面侵犯人 还有就是 劳动保障的方面 比如随便辞退工人呀 扣 扣扣工人的工资那些 罚款那些 大陆 这样子 好 谢谢您 戴先生您的来电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刚刚谈到警察权 我想说如果是在台湾 警察要是这样的话 早就变成一个大新闻了 是啊 然后我们也在QQ上面看到 有网友说 以前在大陆有民主运动 民运人士 现在在大陆有 维权运动 维权律师 但是台湾就没有 所谓的维权运动 或者维权律师 这样的称号 那他也期待说呢 这个对于明年新上任 这个台湾总统 那或许呢 是不会担心 对岸政府的反应 而这个多关心一下 大陆的人权问题 不仅仅是在 这个六四当天 有一个简单的声明 或者是什么 隔岸喊话 这个效果呢 其实有可能像 蝴蝶效应一样 他说这个台湾人民呢 可以有人权的保障 大陆人民应该也要有 好的 老师其实在 听众来信当中 还有谈到说 最近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 很严重啊 所以希望新一任的总统 能够关注食品健康权 所以最后一点时间 老师做点总结吧 我们马上 2016年就要总统大选了 您期待新的总统 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 如果非常短的时间 要来总结的话 我会说 我们现在已经 透过施刑法的方式 让好几个国际人权公约 在台湾具有效力 那怎么样 去落实这些施刑法 对所有的人提供的保障 我觉得是一个重点 因为这个时候 不再是政府 该不该做 或想不想做的问题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法律 所以政府去落实 人权的保障 是它的法定的义务 那刚刚讲到说 台湾没有维权的律师 其实是有的 只是我们不用这个名称而已 那很多的情况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这个警察的滥权 那这个确实 毫无疑问的 就是对于公民权的 一种侵犯 对 台湾有人权律师 但是最近 晚上看到一条 最新的发布消息 就是台湾人声援 中国人权律师的网络 呼吁释放大陆维权律师 普志强 唐金陵 还有其他遭到 违法拘押的律师 这也是台湾的人权律师 对大陆所做的一些呼吁 是 好 那今天节目进行到 这要告一段落了 那我们明天 不是里面是下周一呢 在空中 再跟你相会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分享 谢谢您